具備和愛情 我懸賞了一個長期的愛情 真實的你 大家都會很關心 究竟現在Monica的感情生活 會說其實你現在單身了一段時間 很久了 會否其實這些愛情戲都觸動到你的神經 其實都會想想 你有沒有想要有一段真的很像你那樣擋氣回場的內容 或者是浮世水長的內容 不要像他那樣擋氣回場 不要 我都會覺得 其實演戲是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陳發蓉只能活一世陳發蓉 如果我沒有演員的話 我就是由頭到尾都是我 雖然會有不同的經歷 但是因為演戲可以令我參與別人的人生 我可以在戲裏懷孕做媽媽 或者真的去做一個殺手 可以經歷其他人的人生 我自己都很多年沒有拍拖 我自己都不太記得上一次拍拖是何時 上一次拍拖是何時 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你被人感覺是很獨立很strong 但是事實上 如果當你真的投入愛情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你是小鳥依人 還是你都是保持這個陳發蓉 我們見到的陳發人的樣子 我的朋友是這樣形容我的 惡魚頭 老沉底 還有八歲的小孩子 經常都是這樣說我 我的樣子好像一個很精明 很獨立 很…很… 可能甚至有些霸氣的女人 但是其實認識我的朋友 都是知道我是很… 小孩子的脾氣的 還有是… 不喜歡用腦子的 然後… 甚至蔡小芬會跟我說 大人說話 小孩子回到我女兒的台上 我們大人說話 你過去這樣 其實都會笑我 摸嬤那些 經常都會笑我 說我是小孩子 小孩子 其實我未必是跟我的外形很像的 不過我很執著 我個人很執著 還有我很有義氣 他們經常都是這樣跟我說 這個我覺得 有義氣就跟沙拉麥比較像 但她的八面玲珑 她的東西其實跟我很不像 我是一個窄到不得了 其實可以都… 最好躲在家裡就夠了 就是各種人來的 而拍拖的時候 就是一個聽話到不得了的人 她說一 我不敢懷疑 但我是一個很難追的人 通常我都會… 人家走十步踢一腳 我才走一步那些東西 我是很難追的 因為我經常都很不確定 是不是呢… 因為我永遠都是想 我和你拍拖就想和你結婚了 你是不是會是我老公來嫁 如果你不是我老公 你不要追我 有時候我的朋友都會跟我說 人家剛剛追你 跟人家說這些話 你不是娶我 你不要追我 因為… 我只是想和一些 會娶我的人拍拖 你會說這些話 還有你戀愛怒 永遠都還在想海膚石爛 想愛到要生要死 一拍拖就 只想怎樣去用力照顧她 疼她 關心她 幫她 然後就好像完全不見朋友 有 是否有異性無人症 絕對是的 絕對是的 我的朋友是… 即是Eda他們就會投訴你 所以她是不會喜歡我 任何一個和我拍拖的人 她是覺得她會搶走我 我是會以她為很大的忠心 變成了… 嗯… 即是怎樣說呢 有時也可能是我自己 可能會中到對方很厲害 很… 但你又不想去控制你 因為見你之前那些真人秀 你都說過 嗯… 即是她送一些東西給你 你可能不喜歡 是 你又不想去控制你 或者她想吃什麼 她也會控制你生活 是 所以我後來就有說 即是最初我是覺得 OK的 那你喜歡 天天告訴我 你今天要吃番茄豬扒 你今天要… 你今天要化妝出街 就是這樣 即是可能… 即是當時可能覺得沒什麼 到那位男士和我求婚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很認真去考慮一件事 就是她也會送禮物給我 但我當她在想 當她送99件事給我 我可能只是喜歡一件事 而她可能很多事情 要我做的事情 即是譬如我是一個平時 如果不用做事 我是完全不想打扮 不想穿裙 不想穿高跟鞋 我是不想化全妝的一個人 即是我不會說 跟朋友出去吃飯 今天打扮一下那些 即是其實是一個樂趣 喜歡那些人 不是不對的 我看到有些朋友很喜歡 今天我們全部女生出來吃飯 每個人都要化妝 穿得很漂亮的來 都有的 但我那群朋友不是 我那群朋友 即是朱欣 蔡小芬 洪欣那些 全部都是 哎呀怎樣 哇你可不可以梳頭 出來都不梳頭 即是我們是這樣的 那變成我們 我們在社交媒體 都看到我們 大部分在一起的時候 都是不化妝 或者是很隨便的穿 而我那位男朋友 是不斷都會跟我說 嗯 今天你要化妝啊 或者是 如果我們去旅行 你要帶五個手袋去 因為大家要穿好情侶裝 但其實我是 每天都背著布袋的人 我自己 但我其實是可以就利的 甚至我有另外一個男朋友 他很喜歡吃青豆的 但我其實是一個 食肉瘦 我喜歡吃肉 因為吃肉還是瘦的 不吃菜的 我不喜歡吃種出來的東西 但現在因為我和爸爸住 爸爸說如果你不吃 你就不要煮給我吃 那我就變成我也要吃了 因為我遷就他 但以前我的男朋友 我不吃 但他很喜歡吃青豆 即是揚州炒飯裏的青豆 甚麼都吃青豆 有時做一盤青豆 像飯一樣 我是很討厭吃的 但我都會和他一起吃 這個就是我 這個真的會這樣 但到他分手之後 那些人就會說 你以後不用吃青豆了 我會說是 原來你有口程度 其實你都很遷就 而且比起初的時候 其實我和我的朋友 我都會遷就 我都是一個很無所謂的人 他們是否心急 如果見你這樣的情況 不心急 你有沒有那麼好 沒有去做一些 line up 見你 這幾個 這四個都沒有 但我想起以前 最心急的是羅惠娟 羅惠娟一直都很想介紹 尤其他結婚之後 他更加經常都說 很想黎美咸和羅惠娟 也是我很好朋友 他們結婚 很多時候去旅行 我們都會一起去 我只有一個人 他們有一坨一坨 但我一點都不介意 但他們就經常都覺得 你還是要有多一個 他就會想介紹別人給我認識 但黎美咸不會的 因為他知道我不會喜歡這樣 但他會 而且有時會不出聲 然後出來才說看板 糟了 哎呀 看板 今天晚上穿兩小時吃飯 不會 因為不會 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是這樣的 反而他們要告訴我 今晚吃的餐廳 不能穿牛仔褲、球鞋 你不要穿什麼 他們會告訴我 但我們不是經常去那些地方吃飯 我們真的很隨便 他試過不止一次 去介紹別人給我認識 最後每次都告訴你 沒有的 因為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有一次那個人跟我說 阿娟告訴我 他嫌你瘦 我說我這麼大的女兒都沒有瘦 我不是很胖 但我這麼大的女兒都沒有瘦 他嫌我瘦 無論如何 我當場是連電話號碼都不肯給 我不喜歡那種很特地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緣分 會遇到便會遇到 但是很擺明 好像 聊天啊 對呀 他都住在那邊 他是做什麼 好像 太刻意 對 我反而覺得 我來給你看版 還要看你能否看中 看中還要交換電話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通常是不會有下文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很抗拒 但是如果真的很自然地認識到 當然有辦法會認識到朋友的朋友 我們今天超級食 很多人來 新屋入伙 很多人來我家裡超級食 有些你不認識的 也會 但這些反而會更自然一點 好過四個人出來吃飯 你兩公婆我和他 咦 做什麼 做什麼 就是那種這樣的感覺 但現在過了 他們這麼清楚 你認識性格 現在你還心不心急 我從來都沒有心急過 我從來都沒有心急過 因為我很覺得 如果你找了一個不對的人 你還會比一個人更加不開心